最後這段影片會說說 留意你怎樣看這件事 中美貿易之間 在特朗普手上 他也在說 我可以跟你脫歐 想脫歐會使中國受損 他們的經驗就是 將當年的蘇聯 將他們的經濟隔離 加上軍事競賽 使他們認為是因為這樣 使得蘇聯倒台 因此可以顧忌重施 圍繞中國 將中國孤立 孤立之後 加上軍備競賽 將中國經濟拖垮 這是他的預依宣判 所以在他的角度來說 想脫歐 但問題是過去幾十年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 很多各種產品 都是中國製造的 中國現在的問題 希望在產業鏈上 爬上一個更高價值的位置 放棄一些低價值的位置 美國又相反 不想中國爬上這個位置 最好中國繼續做 便宜的產品 好東西賺錢多一點 我做 這就是現在兩個國家之間的矛盾 我們從很多方面看到 譬如科技戰 肯定是這件事 換句話說 現在當美國再說重新掛勾 其實他在想 我在那些低端產品 鞋和襪 我不能夠脫離中國 中國實在是便宜 美國人喜歡 如果我脫歐 第一 工廠搬不及回來 第二 搬回來也很貴 搞不定 所以他在這方面 想著跟中國掛勾 勾住他 低端那邊 高端仍然考慮 他如何制裁中國 如何限制中國 不讓中國爬上一個 更高的價值鏈的位置 這就是我覺得 他在說的掛勾和再掛勾 他現在不是說脫勾 不像特朗普這樣看法 跟中國的關係斬斷 他發現不行 在2020年明顯看到 在世界疫情情況之下 中國的經濟巴巴聲上 外貿 以非常大的幅度上升 原因是因為 全世界基本上 沒有人可以代替中國 生產這些產品 因此 他現在明白了 跟中國完全脫勾是不可以的 但他仍然想 霸佔好食的東西 飯頭飯尾給中國吃 想好東西我留下 這就是一點我看到的 第二點 我覺得美國現在應該是急的 剛才有網友評論都說 中國不急美國急 原因是為甚麼呢 在近這幾個月 從4月開始 2021年的4月開始 美國的通貨膨脹 在美國的通貨膨脹 徘徊在4%和5.5之間 最高是5.5左右 在這個範圍的徘徊 而他已經印了非常多的美元 在近期我們看到 他們的聯邦儲備局 每一晚的所謂 Overnight Repost 即是銀行手上有現金 暫時放入美聯儲 等第二天才拿出來的機制 叫做Overnight Repost 以往來說 應該是差不多零 只是到每一季 會計結算那個月 才會有一個大的數字 為甚麼呢 因為在結算之前 要維持到自己的平衡表 的平衡表 看得好看 希望有多些現金在手 所以 那時銀行會聚集一些現金 現金放在這裡 過夜不是辦法 所以過夜的時候 就會放回到 Federal Reserve 聯邦儲備局一邊 其實做法很簡單 就是聯邦儲備局 拿一些所謂的資產出來 資產就是美國政府的債券 拿個債券出來 於是就答應 翌日 用某個價錢買回 即是現在我拿債券出來 現在我買 拿出來一元一元 明天我會先買一元零一 買回的 你們來吧 那些銀行就 趕快拿錢去買了這些債券 政府的債券 翌日他答應買回 給他一百元零一個線 他就賺了一點 起碼那些債券 拍了在聯邦儲備局裏面 現在 在這幾個月 自從4月5月左右 平均來說 他們拍在債券 拍進去的數字 是非常驚人的 這裡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我不讀數字了 大家看到的利害情況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現在 美國銀行水浸 美國銀行水浸 導致的情況 當然就是 通貨會膨脹 這個是一個滯漲 我這個說了很多次 美國現在遇到的 滯漲問題 太多錢在市面流動 而 那些人 不計 價錢去買東西 因為那些 比較窮的人 拿到錢在手 第一件事要解決 就是 他欠落銀行的大債務 即是還清 上用卡 上用卡跌得很低 比起他之前跌了不少 第二就是 買自己很想買的東西 而很擔心 遲些買不到 所以不計價錢 貴了也要買 因此引起通脹 另一個 就是沒有辦法 貴也要買的東西 就是 必需品 食物 貴也要吃 所以那些是 沒有什麼難性的貨物 這兩樣是現在導致 美國的通脹嚴重的問題 美國如果不能控制好通脹的話 可能會面對美元大量貶值 美元的價值在哪裡呢 目前大家對美國的信心 美元是主要產品的交易貨幣 這只是當大家都認為美元是有用的 所以我可以拿我的東西換美元 希望第一 我可以拿回我想要的東西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美元的可靠性信任 今天為止 大部份的國家的儲備銀行 貨幣銀行 或者儲備銀行 都手上大量有大量美元 包括中國 中國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在手上 而大部份都是美元或美國的債券 一旦 當大家 一齊 對美元沒有信心的話 美元就會變成紫 沒有人想這樣做 因為任何人這樣做 你都會不見大量的資產 俄羅斯早就把手上的美元全都扔出去 因為他真的害怕 他拿著美元 到時美國不肯還 美國就換不到真好東西回來 所以他不肯拿美元 俄羅斯現在是沒有美元的 但中國、日本、歐盟 正在手上有大量的美元在手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是現在面對最重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在未來會見到 在全球經濟上有一個大危機 就是美元的去向 如果美元可以繼續保持穩定不變 就沒有什麼事 要保持美元穩定不變 首先第一件事要使人對美元 繼續有信心 因此 在美國的外貿 貿易代表的角度來說 最重要是可以繼續保持穩定 美國的經濟 所以最好 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下台 減低關稅 所以美國可以好好地下台 於是減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 問題是中國不肯做 中國不肯做的話 繼續堅持要拉閘停電 使得通脹向外反彈 推出去的話 因為中國靠內部的消費 可以維持自己的經濟增長 所以中國是沒有壓力的 而這就是美國急的地方 因為這樣急 他們現在 我希望他們可以看清楚現實 他口說會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 但是不是真的開放 這個要看他將來 怎樣跟中國官員談 這件事是沒得估計的 我們要到時看才知道 所以這就沒有甚麼結論可以演了 另一點我想再補充說 就是關於所謂的國際貿易秩序 這裏是兩個基本的大問題 我相信是沒有可能妥協 美國的政治 就是受大財團 資本控制住 而中國 中國政府就是要控制住 大的資本財團 這兩個是 我想兩邊都不肯妥協了 因為美國那邊不肯妥協 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妥協 政府想控制住資本 根本就沒有辦法 但中國肯定不會讓資本坐大 因為國家是國家 國家的主權最重要 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由這個所產生出來之後 中國那些國企的位置 中國不肯放低 而他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中國利用國家中心推行的貿易政策 是不公平的 這就是最主要的核心問題 我不相信在這一屆 或未來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需要非常長時間去競爭 這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是競爭的問題 誰贏就是誰決定 最後就是關於它會不會減少一些部分的關稅 這個肯定會 我這個完全同意 因為它們現在有一定的通脹壓力 減少哪些呢 我相信最會減少的東西 就是那些電器產品的所謂的white goods 那類會減少 所以中國那邊 你期待那些white goods 會突然間有大的需求 但是如果中國的營運拉閘 停電的話 大需求都沒有用 做不到出來 第二類就是它的農產品 農產品它當然希望中國買大量的農產品 但是中國如果真的大量買農產品的話 也會推高它國內農產品的物價 這件事它是兩難 所以它怎樣做呢 我真的沒有下股了 要到時看看它真的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它會加大壓力 我想它會向中國加壓力的地方 尤其是波音公司那些飛機 它就會要求中國賣多些飛機 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回應可能就是 你的飛機都不安全 都未過得我的飾行證 你的737 MAX 中國還未飛得 你飛得才說 這是最好的藉口 另一個藉口就是 中國可能今天不想買你飛機 想買你公司 買你飛機為甚麼 買你的股票好過了 肯定它是不肯賣的 所以問題是現在有些東西 中國想買你不賣 有些東西你想中國買 中國又不願意賣 現在這就是它的問題 但有些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農產品賣給中國 中國肯定要這個不好的問題 只要不是打了針的豬肉 我就要了 農產品只要沒有蟲 我就要了 這些不是問題 但中國真正想要的是技術 但我不相信美國肯賣技術 反而美國還會繼續限制中國 獲得各種的技術 所以這裏也有一個基本問題 這兩點的基本問題 我覺得是沒得談的 將來只要靠競爭去解決 這就是我對現在整個 中美關係的情勢 所謂的預判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在老葉提成怎樣 大家是否同意 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好嗎